178 《頭條日報》 大排檔食一餐萬元埋單學生網上控訴老闆呼淵 2015年7月8日要問P01頭條火炭山尾街大排檔遠近遲名 近日鬧出天價大排東風波,引起網民瘋傳 網民上載一張萬元帳單,指一行四十多名學生日前 到得記沙田雞粥吃晚餐、埋單近萬元 其中一碟魚香茄子煲索價二百多元,試餐排價三倍 批評該店是黑店,但食店老闆呼淵 指這班學生狂食十多款菜式,並要求加大份量 又點了白線等貴菜,不滿地學生食完又狂鬱 網上昨天風傳多張照片,網友指與學生一憑四十多人 道德記沙田雞粥吃家常便飯,埋單要一萬零三十六元 計及四百元折扣,最終要負九千六百元,平均每人二百多元 他批評,店員曾表示幫他們加大每碟 其中沙拉骨及魚香茄子煲餐排價均為六十八元,加大後積二百零四元 粟米斑快及牛腩煲更熟價二百五十元,認為食店經營手法似足大陸黑店 學生二菜餐排價三倍本部向德記查詢,該店伙計及老闆梁君夫淵 指這批學生共四十五人,當晚坐門四五張,每毫吃十多款菜式 還要加大份量,店員已告知每碟加大要三倍價錢 伙計表示,食店菜式一向分大中細三種價錢 細份禮牌價六十八元,中份收兩倍價值,大份收三倍價值 當日落單時,已清楚告知,他們每位點料最貴的大白線 一條三百六十八元,另有十多碟菜 其中四碟大份,部分中份,另點料一百五十四碗飯 三十五罐汽水,店員,食時要大碟埋單就唱衰老闆娘吳女士益術 學生週日光顧,當時大夫很肚餓 他爭向他們推介九百九十八元的超號餐 只夠散叫便宜,但他們表示要散叫 臨酒前營紙不夠飽,追加了炒麵 老闆娘每為送了一碟豆腐 埋單時各人均無異議,只表示可否計平速V 過少收了四百多元 他夫冤,只開業三十年,從未試過類似事件 只對事件感憤怒,認為毀懷聲如 店員中先生更表示,食時就話大大碟 埋單就唱衰老闆 網民議論紛紛,有網民批評食店太貴 亦有網民認為學生沒有弄清價錢 網民批評食店,食人不用本 不過,有網民則指,大驚小怪 食飯不知米貴,另有網民表示 因此,不要以根問魚香茄子煮 粟米般快誒 Y. 平欣華,如用靚鵝G. 出薄A. 價錢可以好貴 K. 德技雞粥辣酒花羅茲名火炭大排檔 德技沙田雞粥以宵夜茲名,吸引不少食客務名而來,感受大排檔的香港地道風味 該店招牌菜市沙田雞粥及傳統小炒,網上不少食瓶子 該店小炒夠鍋器,用料份量足,平均消費50至100元 但亦有食客批評,食店自動加大份量,感覺不老實 不少食瓶讚賞得記的招牌菜雞粥,指其粥尿美味 雞肉嫩滑,粥底夠綿,且該店有不少經典粵菜 魚醋煲、辣酒煮花羅等,都時必試菜式 有形容該店具大排檔風味,小菜夠香不濃烈 份量價錢離奇自動加碼不過,亦有食客批評 該店收費與餐牌不一致,只一行三人共吃了三款食物 連煙及汽水賣單500多元 其中一碟招牌先有餐牌標示78元 但他們賣單時發現該店屬價118元 香店員查詢後,才得息在未獲通之下 食物份量自動加大,故收費較貴 批評食店經營手法有問題 酷酷3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